熏烤利用的是间接的热能 我们这有一个熏烤炉 加热后就可以熏烤肉类了 还有一个特点是这些熏烤炉 其实类似有旋转功能的烤肉架 所以它能保留肉中的油脂 热能可以更均匀 温度不会过高 这样肉可以慢慢地入味 同时变嫩 最后的成品便是 美味可口 入口即化 多汁的烤肉 这是我们熏牛肉的调味料 熏牛肉调味料 通常加了原醉籽和黑胡椒 为了让肉有点辣味 我也加了红椒粉 多香果粉和一点茴香 在烤肉或牛奶肉上涂抹调味料 可以注意到 尤其是牛奶肉因为需要长时间烹煮 所以不管你的调味料颜色是什么 最终熏烤出来的外皮 一定是黑色的 现在可以直接放入熏烤炉 这已熏烤了十二个小时 总厨把被焦糖化的外皮裹着的烧焦部分切成小块 成品是一块肥美 咸香又美味无比的肉 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嫩耶 哇 烟熏得太好了 我好喜欢它口感的变化 从外皮的酥脆到 到里头的软嫩的口感 每一块肉入口即化 一咬下去就可以用舌头分解它 都不用咀嚼 太不可思议了 餐馆的另一道招牌菜是牛肋骨 牛肋骨是带骨头的 这个部位味道较鲜美 用黑糖蜜 盐和胡椒粉腌制 然后再抹上一层浆 主要材料是黑糖蜜 但也加了些番茄和各种香料 牛肋骨是各种烤肉当中 油脂分布最多的一种了 最后的成品会让人吃了 赞不绝口 我的天哪 他们把牛肋骨的美味 提升到另一个境界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办到的 我通常不喜欢食物同时 有咸和甜两种口味 但这个黑糖蜜 很明显的是甜酱 它似乎能和肉的咸 和浓郁的味道 搭配得非常非常好 然后再聚会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